各位朋友大家好,平時我是不太做時事評論的 今天是一個例外,因為這條消息實在是太好了 太重要了,所以忍不住要跟大家來評一下 這就是美國前兩天宣布對中共中央軍委總裝備部長 李尚福中將進行制裁,不給他發美國簽證 不允許美國或者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 跟總裝部或者是李尚福將軍進行交易,向他出口任何產品 第三個是不允許李尚福將軍使用美國的金融系統 這個消息一出來,中共外交部就進行強烈抗議 要跟美國進行嚴正的交涉,為什麼中共反應會這麼強烈呢? 因為這招實在是太狠了,現在很多五毛小粉紅唱習近平的戰歌 說習總在下一盤很大的棋 如果是把這個世界上的大事比喻棋局的話 那確實是現在習近平和川普他們兩個人在下一盤大棋 現在川普這一招可以說是將軍抽菊 讓習近平非常的難受,非常的老虎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來給大家評點一下 中共過去二三十年用殺菊取暖的方式 來搞經濟,發展經濟 現在經濟已經被掏空了,難以為機 經濟已經陷入危機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川普一上台 給他們雪上加霜,給這支不堪重負的這個駱駝上面 又加了幾肯稻草,而且現在還要不斷的加 那麼這個駱駝被壓死,經濟崩潰現在已經成為必然的了 那習近平怎麼樣應對呢?怎麼樣應對這樣的一個危局呢? 過去畢竟他們統治合法性完全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 如果經濟崩潰了,老百姓造反怎麼辦? 那麼習近平他們的辦法是經濟上面就徹底的放棄了 你跟我打貿易戰,我就跟你奉陪到底 把中國經濟徹底的搞垮了,我都要跟你打下去 他應對這個貿易戰的不是以經濟的方法 不是在經濟上去跟他應對 他把經濟已經放棄了,經濟垮了不要緊 他應對的辦法是在政治上滾固這個政權 怎麼樣鞏固呢?只有一個辦法讓這個政權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 在經濟崩潰的情況下,還能夠固若驚湯的 那就是走朝鮮道路,把中國變成朝鮮 把過去鄧小平時代所實行的那種威權專制、寡頭專制統治 變成個人極端的極權獨裁統治 在中國建立習家王朝,就像跟朝鮮的金家王朝一樣 通過這個王朝來對全國老百姓進行全方位的控制 讓大家沒有造反的空間 同時也在這個黨政軍內部建立個人極權獨裁統治 讓所有的人都聽命於一個人,定於一尊 這就是朝鮮過去這幾十年雖然又窮又落後 但是沒有人敢動他的原因,小小的朝鮮都沒有人敢動 更何況中國算是一個核大國 一旦在中國建立了朝鮮式政權,任何人都奈何他不了 所以這是習近平的一個方法 但是他要把中國變成朝鮮,他要有個過程 如果按照正常的手段的話 比如說不斷地來削減老百姓的這個自由 不讓他們在互聯網上面發言,剝奪他們的財產 不斷地消滅民營企業,來控制知識分子的言論空間 所有的這些他需要時間,當年老毛上台之後 也用了七八年的時間,那麼現在科技下 你最少最少也要個兩三年時間 而經濟崩潰它是不等人的,每一天都有可能發生 最遲最遲你能夠撐到明年年初,明年開春的時候 那麼怎麼樣在這麼短的時期之內 能夠建立一個朝鮮式政權呢?習近平他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發動對外戰爭,一旦對外戰爭開打 那麼他就可以進行全面的軍事管制,進行全面的戒嚴 實行先軍政治,大肆擴軍,同時在經濟上實行配給制 全部沒收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全部的封殺 互聯網的空間,對所有的任何反抗者進行嚴厲的 殘暴的鎮壓,在對外戰爭的情況下,這樣就可以做得到 那麼對外戰爭,這是要靠軍隊來打的 是要靠軍隊各個方面的聽命於習近平才行 現在呢,美國就採取了這樣一招 採取了這個風化瓦解的這一招 大家都知道過去十幾二十年以來 中共的大觀顯貴,無論是在政界的還是在軍界的 他們都向海外轉移了大量的財富 狡兔傷窟,他們都已經做好了沉船的準備了 那現在川普拿出一個人來給大家示範 說你們如果是為虎作倉,幫助習近平 那搞極權獨裁,加強軍備的話 那麼這個李尚福的下場就是你們的下場 你們所有的財產我們都會凍結 你們的家人我們都會驅逐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就影響到他們的實際的利益 就實際上是以他們的利益來做要脅 要他們跟習近平翻臉 所以說這一招非常的凶狠 這些人怎麼會在違背自己利益的情況下 來效忠於習近平呢,絕大部分人是不會的 在習近平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們就一定會落井下石 當人民起來革命,當人民走上街頭的時候 習近平要軍隊去鎮壓他們,他們就一定會倒戈 當習近平準備發動對外戰爭 他們一定會趁機發起兵變 那麼習近平的整盤計劃就落空了 這一局棋他就輸定了 那麼習近平他會怎麼樣應對 應對川普的這一招呢 也不是完全沒有辦法,只不過是一個險招 那就是提前,提前在黨政軍內部進行大清洗 把那些在海外有大量財富 那家屬轉移到海外的那些人 那些黨政軍幹部進行全面的清洗 作為統治者他一定是要斬草除 跟不會給自己留後患 有兩種處理方式 第一種是對待薄熙來周永康的方式 把你們關起來 無期徒刑,讓你們徹底死了這條心 那第二條呢 就是對待徐才厚和張揚的模式 就是乾脆咔嚓掉 一般的來說呢 對黨政系統的幹部可能會稍微晃黑一點 因為你們對他的威脅比較小一點 但是對軍隊系統的幹部那是絕對不會留情 一旦要向你們下手 那就必須得下毒手 事情發展到現在 全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習近平不安全 隨時面臨著兵變和政變的危險 中共的那些達官貴人他們也不安全 隨時都有可能被習近平給清洗掉 隨時都有可能喪失財富、自由 甚至是他們自己的性命 當然老百姓也不安全 老百姓反正一天一天的在被這個政權割韭菜 荷包裡面的錢一天一天的縮水 現在這個糧食又不斷的漲價 將來還面臨著糧食危機 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 那麼怎麼樣才能夠安全呢 我跟大家講兩個原則 第一個是自知死地而後生 必須得膽子大 膽小的、懦弱的在這場這個危局當中 那一定是人為刀主我為魚肉 第二個就是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 既然大家已經進入了你死我活的 這樣的一種博弈當中 那麼誰站到先機,誰先下手進攻 誰就會站到便宜,誰的生存的機會就大 習近平如果是先下手 在黨中軍內部突然下令 來進行一場新的文革 新的大清洗、新的大肅反 那麼他就會站到先機 因為老百姓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會支持他 那我相信習近平他也會這麼做 大家不要以為你們都手握重拳 實際上大家都是普通人 當你們聚集在北京的時候 習近平只要動用中央警衛團的兵力 就可以把你們全部抓獲 然後關進監獄 那麼快的可能是在今年年底的中央全會 慢的也不會超過明年的人大 作為這些在海外有財產 親屬已經移民海外的這些中共的大光貴人 你們怎麼辦呢?也是一樣的 你們先下手來搞爭辯,來搞兵辯 或者是先下手來支持民辯 現在習近平已經成為縱矢之地 只要有一個人率先起來反抗 只要有一個人起來高呼一聲 打破這個平靜 那麼所有的人都會起來響應 那麼這個為天下先的人 就會成為新時代的英雄 風險是有,但是收益也非常的大 除了習近平和極少數他的親信之外 各個派系的人大家利益實際上是一致的 這個時候只要有一個人 對習近平進行彈劾 通過黨內的這個程序 所謂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這種方式提出來 那麼大家一表決習近平就陷入了被動的狀態 這些高層的將領要有這種大開大合的氣勢 要學業力輕 在關鍵的時刻顯示出個人的勇氣 在關鍵的時刻站到歷史正義的一邊 你們不僅僅是擺脫了個人的困境 而且你們會成為所有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你們會載入史冊,你們會輕死留民 現在這個機會就快到了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勇氣把握不住這個機會 那麼還有一個機會就是民變 暗中的推動,暗中的支持民變 中國的這個群體反抗事件頻率已經是非常的高了 只要再推動一步讓各個階層讓全國各地的 多個階層多個地區同時爆發民變形成共振效應 那麼他們就會釋放出激發出民間強大的民怨 進一步形成全民上街全民抗爭的這種局面 那麼這個時候各個級別的各個地方的黨政軍幹部 他們都會有機會站出來表達自己的立場 那麼就會吹垮這個習近平個人專制集權的這個夢想 你們就可以得到人民的原諒 你們就可以成為建立新政權的元勳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大變局的前夕 每一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足夠的見識和智慧 做出正確的抉擇,既能保護自己的利益 也讓國家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謝謝大家,再見